本剧须十五至十七岁的中学生若干明,有译者请于六月一日到电视台大厦三楼B303面试。 当一个月来的传说,终于被这张海报证实了的时候,无数少男少女的心被牵动着。 《你好青春》剧组在拍一部反映当代中学生的电影,并且要在中学生中挑选演员。 明星不知什么时候起,成了无数少男少女心中的梦,随着追星族崇拜明星热的兴起,少男少女同时也渴望自己成为一颗星。 这个消息传开后,沸沸扬扬的好不热闹。 文艺老师把这个消息告诉刘夏,希望他去试一试。 哼,只有爱虚荣的女孩子才会去搞那东西。 其实,不少同学都很想去,却没有这份信心和勇气,于是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。 柳青就是这样,她可想去了,常常幻想哪天走在路上,哪个独具会演的导演发现了她,相中了她。 上前掏出名片说,我是某某电影制片厂的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她倒是天天走在路上,可那导演一次也没出现过。 这次选演员是一个机遇,可她想到自己这么胖这么难看,去了也选不上,选上也是演一些开心果之类的角色,像电影《青春万岁》里的胖姑娘一样,那不如不演。 柳青响演主角,她认为自己属于演技派,要遇到伯乐才行,像这种公开招聘,去了也是枉然。 相比,刘夏坚定得多,她过去没有刻意想当过演员,当明星,但在文艺老师的提醒下,她心动了。 兴许,这就是她的艺术之道吧。 刘夏决定力争,她找到妈妈,妈妈说,别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自从和爸爸离婚后,妈妈把演员、指挥、导演等等,全视为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刘夏又去找爸爸,爸爸想了想,说, 好啊,年轻人就应该多动动,让生活充实些。 也许,幸运之门会向你打开。 刘夏决定去应聘。 失败,刘夏想过,但如果试都不敢去试,岂不比失败更糟糕。 刘夏充满自信,她穿上过生日那天,妈妈送的白色连衣裙,觉得自己很漂亮。 她在大衣柜的镜子里审视自己,从头发到脚趾,仔仔细细观察过去,左照、右照、前照、后照。 她一会儿笑,一会儿恼,一会儿沉思,研究着各种表情和姿态,就这样折腾了好一阵,直到把自己折腾累了为止。 刘夏经过华联大厦,三十层的建筑物顶上有一个大钟,半个深圳市都能听到大钟的浑厚沉稳的爆石声。 刘夏看看钟,对了对表,面试两点三十分开始。 特区高层建筑数不胜数,但是雷同的,可以说绝无仅有。 刘夏老远就认出了那颇具特色的电视台大厦,到了门口,刘夏做了几个深呼吸,用纸巾扇着风,走进了正门。 一楼正中的大厅,接近正方形,墙上有面落地通顶的大镜子,刘夏走近它,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审视着,觉得完全可以怕死了。 大楼有一条长长螺旋形的楼梯,从底层通到顶层。 刘夏默默地看着这楼梯,心想,它可以带自己升入艺术殿堂吗? 刘夏上了三楼,三楼大厅已经挤满了人,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抓住机遇把握时机,他们早早等在门口迎接幸运之神的来临。 参加面试的女孩,明显得比男孩多,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,在他们身上精致的发饰,漂亮的衣服,高档的鞋子,很像是来参加时装表演的。 刘夏领过一张号码纸后,静静坐了下来,并没有人过分地注意她。 这里的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,一个比一个出众,他们大都是不认识的,可都有相当的社交能力,在一起就嘻嘻哈哈。 刘夏有些心虚了,默默地念着她的号码,107,107,107。 刘夏打亮着自己对面长凳上的几个人,你看,那个女孩子坐在长凳中间,正在照着镜子自我陶醉,旁边另一个女孩子在背诵讲话稿。 导演,我会给影片增光天色的,几年以后,中国又一颗星星。 他们一个个都那么泰然自若,好像不是来考试,等待他们的只是一场轻松的谈话。 刘夏感到自己处于明显的劣势,更紧张了。 091 门开了,有个声音传出,同时,一位戴霹雳手套的小伙子叹气走了出来。 不用问他考得怎样,只要看他那沉重的步伐与潇洒模样多么不相衬,就可想而知他的结果。 091 091号的女孩子进去了,刘夏把软软的身体靠在墙上,不要紧张,要自信,嗯,自信。 刘夏拼命地自我疏导,这时,他听见导演问他, 091号,你为什么想到演员? 091号,因为在灵感与情感的世界里,他可以尽情地放纵舒展自己,体会各种人生,这样将极大的丰富一个人的生命。 刘夏老早就把答案想好了,这句话也不知道打哪儿来的,他觉得妙,就抄在一个小本子上,今天派上了用场。 107 111号,门砰的响了一声,刘夏一下,才发现眼前根本没有什么导演,也根本没人问他,你为什么要当演员,原来刚才在做白日梦。 刘夏发现对面长凳上照镜子的女孩,被讲稿的女孩都不见了,换了一批新人,刘夏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他,什么也来不及准备,就进去了。 一个男青年在央求,导演,我真是16岁啊,你信我了,我真是16岁,只是看起来…… 好了,不要再说了,导演,给我试多一次吧,下一个,快。 导演不耐烦地挥挥手,刘夏小心翼翼地走近,那个男青年至少19、20岁了,一点也不像个学生,倒很像个社会上的烂仔,他也来,刘夏笑笑。 这考场是临时搭成的,前面是三位主考人,样子都很严肃,每人面前放着一个三棱形的牌子,上写他们的名字职务。 中间是导演,师君健,左边是导演助理,右边是副导演,后面是四位评考老师,相比之下,他们和善多了。 刘夏半鞠躬,大家好,我是107号,你好,坐吧。 刘夏坐下来,十四只眼睛都盯着他,刘夏不自然起来,红着脸,端着肩,两腿摆正,两只手搭在腿上。 什么名字? 刘夏 哦,好奇特的名字,今年多少岁,几年级? 十六岁,高一了,在九中上学。 刘夏仍然红着脸,端着肩,几个评考员相互望了望。 你会演戏吗? 可以算会吧,我有时在家里自编自演,自己感觉不错。 刘夏带着几分傻气,非常认真的回答。 那些人,好像喜欢上刘夏了,相互间看看,面容比先前又和善了许多。 哦,你填张表吧。 刘夏走上前去,接过表格,心里想,怎么这么简单? 与想象中的考试相差太远了,也不要演小品,也不问,你为什么想当演员。 刘夏对,你为什么想当演员这个问题的答案,准备太充分了,太满意了,可惜导演不问。 刘夏拿着表格不动。 刘夏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,他问, 你们为什么不问我,为什么来考演员? 凭考员们乐了,为什么要问呢? 因为我把答案都想好了,你们就问我这个问题吧。 哦,你的答案是什么? 嗯,在灵感与情感的世界里,我可以尽情地放纵,舒展自己,可以体验各种人生,这样将极大的丰富我的生命。 刘夏一阳头,十分得意地说。 刘夏这一番文周周的话,把所有的考官都给逗乐了。 哈哈,真是有意思,这个小姑娘真有意思。 导演,导演,导演,门突然开了,守门人无可奈何的耸耸间,这时有位妇人到了导演跟前。 我来应征的,那妇人直指他身边的娃娃,这是我儿子。 同志,我不明白,导演被搞得稀里糊涂。 导演是这样的,我妈就想演中学生家长,我儿子就演中学生弟弟什么的。 在场的人都边晃头边笑,可那妇人仍然一本正经地说,虽然现在中学生大部分是独秒,可也有个别。 导演笑得更厉害了。 哈哈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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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夏被撇在一边,现在算是怎么回事呢? 导演,我呢? 流夏问,哦,流夏,回去等通知吧。 流夏出了考场,发现门口仍然排着一长队的人,见流夏出来,就拢上去取经。 哎,导演问你什么了,你考上了吗? 流夏一概摇头,他没心情答复人家。 傍晚,放学时分的街巷,身穿各种校服的学生,积身于下班一组浩大的队伍中。 因为有了这些学生,有了这些少年人,整个街道都变得年轻起来。 一群学生热烈交谈着,嘻嘻哈哈地从你身边一冲而过,一对小男女生若寄若离地从你肩头擦过,接近充满青春气息。 你好青春的诗导演,正发愁呢? 来应征的中学生的胆量和才能是不可低估的,可他们的某些方式也是让导演让剧组无法接受。 不少中学生写信声明,如果您不录取我,您会终身遗憾的,为中国影坛又少了一颗璀璨的明星而遗憾。 或者来电话,导演,如果再见不到您的录取通知书,请到南海里找我。 导演接到这类电话来信甚感忧虑,一方面积极写回信,劝他们要以学业为重,一方面与他们学校父母联系。 在众多的中学生里,导演选出了一部分演员,只是女主角天灵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。 应征者数以千计,然而一批又一批被淘汰,这样拍摄工作不得不往后推。 同时,导演四处奔走,到各所学校文艺部去寻觅或请老师推荐。 一个星期过去了,刘夏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,他每天都满怀希望去开信箱,每次又都扫信而归。 又没信? 仁纳问? 没有。 别担心,再等等吧,兴许,兴许明天就来信了。 仁纳削苹果的技术实在高超,长长的一圈苹果皮不会断,这就好事多磨。 仁选,一时早定下来了,留下懒懒的在沙发上靠着,那天我发挥不好,是导演老笑,他们肯定把我当傻女看。 是的,是什么? 仁纳把苹果递给刘夏,施金剑呗,刘夏狠狠咬了一口苹果。 果真是他,可真发了,知道吗? 他原先是我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,后来转行了,我和他关系特别好,当初分配工作也多亏了他。 不然这样,我去找他一趟。 真的呀,刘夏一下子来劲儿了,他一定会帮忙吗? 没问题,冲我和他的交情,他肯定会帮忙的。 这,这太让你难为情了。 为了我们刘夏,阿姨是舍命陪君子。 人纳从不让刘夏叫他妈妈,刘夏叫不出口,人纳也受不了。 大家都是现代人,刘夏能把人纳当作一个很好的阿姨,很好的相处就很好了,还想怎么样? 像电视里那样,很动情地喊一声妈妈,这好像不大可能。 让我想想吧。 刘夏却觉得这么做很不妥,认真思考一番,然后说,阿姨,算了吧,不是我自己考上的,我去干嘛。 再说,就算让我拍片,人家心底里也是瞧不起我的。 哼,有出息,这才像我刘宗耀的女儿。 不知什么时候,爸爸也站在跟前。 刘夏由于考演员的事,在学习上分了不少心。 快期末考了,刘夏觉得很有必要收收心,抓下学习,他开始淡忘了这件事。 有一天,文艺老师跑来告诉刘夏,剧组要来酒中选外景。 刘夏,你是不是…… 文艺老师面授机遗。 好主意,刘夏决心再争取一回。 现在,讲究的就是把握机遇,那些明星讲起自己的出道,要么是走在马路上被星探发现了,要么是陪朋友去考试,自己反而被选上,无心插柳柳成荫。 这些老掉牙的故事,刘夏不信,在他看来,凡事都要争取。 剧组来酒中那天,刘夏早早就恭候在教学大楼楼梯口了。 老远,他们就看到了一位白衣少女,乌黑的头发随意竖一把,放在胸前。 他逆光站着,红艳艳的夕阳勾勒出他良好的身段和标致的脸庞,他显得有些羞涩和腼腆,也正是这种羞涩和腼腆,愈发使他变得甜静秀美,楚楚动人。 导演和剧组的人顿时心里一亮,暗暗叹道,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。 演员不仅需要漂亮的脸蛋,更需要表演技巧和才华,导演决定让刘夏试试,尽管他今天已经带上一个长得很洋气的女孩来视镜头,听说他倒真的是通过后门进来的。 导演要考考他们演技,看看他们的内在素质,看看谁更接近片中女主人公天灵。 导演讲了戏的内容,天灵的父母离婚后,父亲再婚,后母十分不喜欢他,有一天,后母与父亲弟弟出门,留下一桶脏衣服叫天灵洗,寒冬腊月,天灵艰难地洗着衣服。 刘夏先演,导演还没说开拍了,刘夏就已经尽细了。 表演真切细腻,尤其是后半段,刘夏的泪水在眼眶中来回流动,那无声的哭非常感人,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失去母爱的小姑娘,在这个家庭中受压抑的处境。 导演问,你怎么理解人物的? 遭遇相似,不过结局不同,我比天灵幸运得多。 刘夏确实比天灵幸运,刘夏把生活里对父母的感情搬到戏里去了。 也许刘夏演得太好了,给那个女孩子很大压力,她怎么也进不了角色,越急越演不好,怎么也哭不出来,最后是被急哭了。 终于,刘夏被录取了,成了你好青春的女主角。 刘夏带着对艺术的热爱,带着明星梦去上海北京拍外景,所有的人都为她高兴。 妈妈虽然一开始不同意刘夏去当演员,可当刘夏没选上,妈妈也不高兴。 现在,刘夏选上了,妈妈破涕为笑,毕竟这是一种成功。 下午,刘夏就要随剧组乘轮船去上海,同学们都来为她送行。 刘夏把头发高高竖起,发上截了一条橙色带子,身上穿着一条橙色的西上娃娃裙,脚着橙色平底皮鞋,摆短袜,清爽可人。 刘夏,到了北京,要给我们写信啊。 欣然说,现在大陆还没有自己的青春偶像,你去当,不,你要当偶像加实力派的。 成了大明星,我们都不敢认你了。 于发说,没事的,我会领闲下试的。 刘夏顺着杆开玩笑,这时林小旭有些哭意,尽管林小旭和刘夏平时总闹别扭,可真要分别,林小旭又舍不得。 刘夏走近她,挽住小旭的胳膊,俨然是对好朋友。 小旭,我走了,再没有人和你拌嘴吧。 我会省心去和你吵的。 小旭边说边哭,刘夏,多保重。 Good luck。 刘夏感谢同学们对她的祝福,这时柳青在刘夏耳边小声地说, 道时,要是缺了个什么角色,你一定要告诉我。 刘夏紧紧拉着柳青的手,觉得自己过去不该对柳青那种态度,又听说柳青要退学了,十分遗憾地说, 柳青,我不喜欢你退学,你明白我的意思吗? 柳青看着刘夏,眼睛顿时红起来。 柳青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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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他的目光从未间断对后传世大门的注视,他希望出现奇迹,希望王孝天带着他一贯的微笑向他跑来,可是他失望了,他又气又恨又响。 由于画像风波,刘夏和王孝天吵翻了,刘夏曾想再也不理王孝天了,后来王孝天主动去解释去道歉,和平解决了画像风波,这又令刘夏很感动,知错就改,说来容易,可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,王孝天还算不错,很潇洒。 也许,这就是王孝天性格中最闪光的地方,刘夏始终把王孝天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,可是谁也不肯先说一句话,谁也不肯先去讲和,可是现在,刘夏知道,自己最想见的人就是王孝天。 广播里传出,请乘坐开往上海的,大家都恋恋不舍起来,刘夏再次贪婪的向大门望去,终于,他还是失望了,刘夏转身走去。 哎,快看,谁来了? 有人嚷道,大家随指向望去,是王孝天,大家迎上前去,哎哟,你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啊。 啊,好浪漫啊,像拍电影似的,哎,电影中就是这样,男主角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场。 鱼发的话,把大家都逗乐了,刘夏和王孝天也不好意思的笑了。 刘夏,这只红帆送给你。 王孝天手捧一只精致的小木船,哎,真好看,谢谢。 到上海要来信啊? 嗯,第一个写给你。 欣然开玩笑,呦,刘夏真是重情轻友啊。 刘夏和王孝天相视而笑,刘夏满意地向大家挥挥手上了船。 刘夏站在船头望着南海,心里感慨起来。 在夕阳的笼罩下,海面上这只白帆被染成了红色,就像王孝天送的这只红帆。 哦,红帆,幸运的红帆,刘夏好像一直在等着这么一只红帆,一只能带来幸福和成功的红帆。